我看到這麼多人種錯了 走到盡頭, 有條樓梯 走到盡頭, 右手邊好像牢牆一樣 很大的 以前是蓋了, 以前種錯了 之後先掘地上, 種一點 沒有人來, 又多掘一點 所以沒有人來, 還沒拿, 又圍了 近年一些關注健康的人 都會選擇有機的食物 尤其是一些有小朋友的家庭 因為家長都希望給最好的小朋友 對, 有機的食物 從生產到銷售的過程中 通常都會採用有機方法 不會用合成除害劑、化學肥料 又或者抗生素等等的添加劑 這樣大家就會吃得安心點 不過價錢方面就會貴一點點 所以有些人就會選擇自己種菜 不過原來不是每一道都可以隨便種 綠樹成蔭, 還有散散水聲 這裡也算是馬鞍山居民的後花園 但是有觀眾向我們報料 在樹林的隱蔽處 有人非法開瀚間地 我們一線搜查到現場看過 看到斜坡位置被人弄得好像梯田一樣 還傳來震震天然肥料的臭味 雖然寫明是政府土地 但似乎都沒有人管 聽街坊說, 整個山頭大大小小 有20、30個非法耕地 據說最大的有1000呎 我們根據報料的線索 捲碌捲縫穿過樹林 找到另一幅非法耕地 有耕地、有圍板 附近擺滿耕種用的工具、雜物、設備齊全 有用水管引山水過來 有獅子搭建的小屋、帳篷 還有養蜂箱, 簡直是一個小型農場 有獅子搭建的, 一定要去幫忙 衛出綜合觀 出來釣菜 釣菜嗎? 現在隔一下也有的 四周都有的 對呀 我看到這麼多人釣菜 在那邊的樓梯上呢 在哪裡上啊? 真的退去盡頭那條樓梯嘛 滕泉側邊的樓梯 一直走到盡頭呢 就右手邊有個像牢牆一樣 那麼厲害, 有多大? 很大又很厲害 弄得那些坑地 現在早前是蓋了 以前種了出路口的 這裡你所知的 有沒有20-30個這些 不止很多 不止了嗎 天上之後先掘個地下 種一點點 沒有人來掘多一點 試試一下 沒有人來掘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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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這後面 還沒有人種東西 不知道 有人投訴過 以前很臭的 風過來 有警察弄了之後 好像又有 現在還有嗎 是 我看到有幾個蜂箱 還在那裡 有,還有人種 我看到有人說 還有人種 是,爬進去 早上早 早上嗎 是 大概幾點左右 大概幾點左右 現在走過去 那個婆婆 她以前有份 剛才我也看到她在洗衣服 可能因為近水源 地點又偏僻 所以有很多人來耕種和洗衣服 我們也去了附近的飲水道看看 發現衛生情況相當惡劣 還積滿垃圾 但是來拿水喝用的人 也不少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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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這些 這些雞方全部 全部雞方自己剝 都是這裡 喝… 拿去喝嗎 這些 可以煲滾 沖泡喝 行不行 這裡很棒 很棒 沒收過的 這些雞方 不拿水流水 用山水 水流水當然沒有山水 是嗎 這些水比較漂亮 這些是正宗的泉水 都是自己的雞方 我都不知道是誰做的 我只是搭去膠喉 是呀 本來這裡 舌頭那裡都會流出水 流出水 流出水 那些有心人 就整個摺起床 拼起床 放了多久 在這裡放水 我呀 我經常來的 有沒有一年 是呀 有呀 是呀 放了每個25星的山路水瓶 每個都五、六瓶這樣載 哇 是呀 不過現在水多了 一些人就不用停留 放完走… 放完走… 剛才看到上游有很多垃圾 裝水位置都不見得乾淨 喝了這些水會不會出事 原來東涌一樣有非法耕種的情況 但就更加明目張膽 簡直在路邊就種 據說有人在這裡種番薯苗和菜苗 街坊說之前種野的範圍很小 現在就佔地越來越多 我留意到那裡有人在種野 現在都有人做野 不知道做甚麼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種甚麼 不知道 有沒有見過種野的人 有時候有 你覺得那些是甚麼來的 種甚麼 那些番薯苗 番薯苗 有 之前那些食蠻豬那裡 摻了些草剪 都回來了 都回來了 摻了些石頭 現在的人都走來做番薯苗 你甚麼人種 知道嗎 不知道 甚麼人種我都不知道 我走前面 我那些樓上看下來 看著 你覺得在這裡種野 對嗎 對嗎 那就是我 如果我個人認為 都沒有所謂 反正你那裡都走著的 對 對 你這些草這麼生 它種的菜 做光是否最好 對嗎 對 如果你需要做 就叫它弄開 好一點 弄一張告示 你幾天 你就弄開它 我已經弄了 這樣就是最適合 非法開墾政府土地是違法的 還有機會被檢控 大家不要以身示法 有研究說 懂得關心別人有同理心的小朋友 長大了之後會比較有成就 翌日有沒有成就也好 但能夠成為一個有同理心 和懂得體諒他人的人 都是父母想見到的 那怎樣才可以培養小朋友有同理心呢 其實也好看父母平時的言行 因為小朋友是有養學養的 其實不只小朋友要學會關心別人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認識 但可能有時候生活太忙的關係 就會忽略了身邊的人 一句關心的話 可能是微不足到 但有機會可以扭轉一個負面的想法 我們其實留意了你以前選的 四十幾年 這裡有業志 沒空跟你回答 嘗試拍到我 你追著來吧 香港的土地問題 絕對是一個大問題 在過去一年 一線搜查做過不少關於霸佔官地 霸佔後行的報道 當中有不少個案 經揭發和報道之後都得到改善 昨天我們回顧過在過去一年 一些業主立案法團的爭拗 在香港,住屋也是問題 土地也是問題 真的困擾了不少人 你說起土地問題 我記得我們的同事 跟進過一宗霸佔後行的個案 深水埗整條後行被人霸了幾年 擺滿了東西 而且還蓋上天幕 不過這件事最經典的就是 我們同事去採訪的時候 被人追著恐嚇 不過慶幸在這件事曝光之後 整條後行現在是重見天日 香港的土地問題絕對是一個大問題 在過去一年 一線搜查過不少關於霸佔官地 霸佔後行的報道 當中有不少個案 經揭發和報道之後 都得到改善 深水埗這種潛建個案 我們從去年年底已經開始跟進 直到去到今年年初 才有突破性發展 我們上個月初接到居民的求助 他們就說 收到屋瑜處的強制驗槍驗樓通告 要做大維修 但後行就被人用雜物和棚架非法霸佔 要做工程都做不到 好 究竟如何霸佔法 我們從高位看上去 這裡是大廈的後門 基本上已經被霸佔了 然後一路打橫延伸 基本上整條後行已經被完全佔領 整條後行就像天幕一樣 有竹棚 還有頂部也有帆布遮蓋 其實棚大廈不單止後行被霸佔 就連裡面的後樓梯都塞死了 報道出門之後 政府相關部門很快作出跟進 我們在這裡切了告示 這個棚架是有警察的 我們現在一起去 在清場行動的時候 我們現場採訪的同事 還被人多次推撞和恐嚇 放進去吧 不要動手 動手 警察和警察 你為甚麼要拍我 喂… 甚麼? 我的朋友嗎? 警察,麻煩 我的朋友嗎? 冷靜點 不要跟他有接觸 對,我知道,但冷靜點 我是否有朋友 不要叫他買 別動手 甚麼事 買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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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點 冷靜點 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叫我來撿 你來撿 但我現在… 我也要找我自己 現在是人家做事,很簡單 那我給他們做 看你撿,人家有請人 你一個人來,我一個人來… 我一個人來… 你一個人來打爛 首先很感謝你們的協助 相關的部門都看完 你們那段訪問的出街 知道由今天 相關部門協調了 會清拆了我們的後巷的家建物 影響到我們的大廈維修 非常感謝你們 久前超過一年 經過幾個政府部門協調和介入 深瑞堡這棟樓的後巷 現在終於可以重建天日 而且亦都已經開始做大維修工程 清光了 在這裏 我們做了一場很大的清掃行動 處理了非法佔用大廈的地方 然後清理了 然後大廈便可以做工程 現在亦都完成了 他們在海外做多了 他們會有後巷的模型 亦都加裝了一些電視 這些功夫 其實都是比島大廈多重保障 防止島有同事發生 在政府的英泥水地下 這樣擺 為何直環處不去執法呢 這個街霸就霸了四十幾年了 怎樣霸法呢 就這樣看外面 有個閃縫 下面擺了海尾 走過都會以為是一間正正常常的海尾店 望真點 其實海尾是放在鐵架 再就這樣拍到牆邊 下面一箱箱海尾 其實都是霸了街道來擺的 他的擺貨地點是停車場的樓梯口 裡面 今年四月 我們收到這宗投訴個案 我們去現場了解 海尾浦霸佔的位置 其實是停車場的逃生樓梯 我們當時還直接追問檔口的負責人 這裏應該是停車場的後樓梯 不知道 那你是租了還是甚麼 我們以前租了 是跟誰租的 其實這裏應該是停車場下來的地方 這裏有一陣樓梯口 對… 那你是租了 你剛才說是跟停車場有業主 還是跟公司租了 這裡有業主 即是你是有交租的 有機會犯了某些法例 如果是… 誰會犯法例 沒空跟你回答 當日檔口的負責人 對我們追問之不易對 但食環署就向我們證實 店舖霸佔官地 已經向他發出告票 廚方還說會繼續採取跟進行動 事隔8個月我們重返現場 這間掛牆的海尾浦已經消失了 原本放了雜物的停車場後樓梯 也都清空了 街坊不需要再擔心 走火通道被阻塞的問題 記憶中上次報料 好像是今年4月20日出街 你們兩位記者 接納了街霸海尾店的投訴 銀行牆壁 海尾店出街後 加上政府罰款加到6,000 新蒲崗食環三個月通知下 新蒲崗已經95%還階於民 真是感謝你們 在荃灣西港鐵站D出口 這個公共運輸交互處 有一條通道 是運輸處的管轄範圍 由這一邊推開到門進去 裡面有燈 而且整條通道很暢通 但是在大半年前 這裡並不是這樣 當我們越走越入 雜物垃圾越來越多 臭味料味都越來越濃烈 轉個灣再走進去 通道被阻塞 除了床墊 皮和替換的三副鞋物 還有大量雜物 包括很多開封了的食物 用過的積氣水杯 這些垃圾堆得很高 相信已經堆積了一段時間 我們走上來也有點困難 走到盡頭直到開門前的一刻 因為太臭 記者都要一直閉氣 門邊還有幾十隻 烏鷹仔一湧而上 一線搜查在大半年前收到布料 說每次走到荃灣這個位置 就會聞到一陣濃烈的尿味 而且經常在天空光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名男子在那裡走出來 我們攝製隊由凌晨開始在那裡守候 結果真是被我們發現 有一位大叔在那裡走出來 我們想知道你是不是住在裡面 不是 不是 我們想知道你是不是住在裡面 先生 先生 說幾句 我嗎 只是過了 不是 我們其實留意了你一陣子 你是不是住在裡面 不是 那裡面的東西是你嗎 雖然這位大叔不承認自己在那裡住 但有關方面很快就作出跟進 報導出街之後 政府也採取聯合行動 食環清潔工人先將物品收拾 再按分類放在地上 通道裡面又焗又熱 清潔工人收拾了四十分鐘 已經全身汗 要出來休息喝水 清了四十分鐘 都只是清了面那一陣子 現場可以看到垃圾堆得很厚 揭起面那一陣子 下面其實更髒 最終這個聯合清理行動 至少清了九大袋純垃圾 四大袋三 兩大袋膠瓶和三十把傘 垃圾多度放滿三個大型垃圾收集商 其實那個政府的聯合行動 應該是今年的5月19日做的 清了之後 其實之後都沒有再聽到街坊說 裡面那個衛生惡劣的情況 那個通道是暢通的 燈光也都是有開著的 還有沒有說有醜味 也沒有雜物阻塞過通道 謝謝大家 臨近年尾,我都會整理一下房子 準備迎接新的一年 家裡乾淨,站立,自然精神爽利 其實我們的社區都一樣 如果大家發現有什麼問題 就歡迎告訴我們 大家隨時都可以WhatsApp 到我們的報料熱線 6896-0931 我們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過去一年 我們和大家跟進過的投訴個案 有不少都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這些投訴影響的不僅是投訴者一個人 而是和很多香港人都有關 事件曝光,經過報道和跟進之後 能夠引起關注,撥亂反正 城市熱話,一線搜查 警察出場 務所